近日一场独特的艺术展在河南美术馆开幕 全国两万名青少年以熊猫为题目 比拼创造力和想象力 创造出了非同寻常的艺术作品 并公开销售 更多作品中 挣得一名中学生张林彤的作文 我爸是一只熊猫 北日市收藏家以十万元的高价购得 一篇作文嘛 然后就买十万块 然后觉得挺多 就是配合一个巨大的一款 然后我就挺惊讶的 我刚才就想着 卖一百块是不是都算多了 它本身的内容非常感人 这个也是一方面了 当然另一个方面是因为 这个在我们国内的展触上 很少出现这种作文的形式 一般都是艺术品绘画这样的 你作文的这种形式 还是可能是第一次 然后他可能考虑到这个意义 然后就要收藏这部作品 我的创意很清新 创意很清新 跟生活又结合得很紧 他写了他爸爸 虽然很简单 但比高考作业题也很有意思 高考作业题是命题 你发现没有 如果高考作业题今年都写 也许通过这篇事也许都写 我爸爸是一只熊猫 看大家怎么也有意思 但是第一篇有这个创意的是 从不通 他看到了他爸爸的两面 一般人只是看到黑熊猫的两 这种这种颜色 他能想到人 而是能考虑到社会的两面性 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我觉得我们的收藏家 也是很有眼力的 这是我们整个展览 其实很多精彩作品 就是第一件拿下的作品 其中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作品 它是有十名成都小朋友 用了大约十公斤的熊猫粪便 制成的威纳斯雕像 瑞士的收藏家西克先生 对这座雕塑很是欣赏 以三十万人的价格订购 首先用材料用的是 熊猫就是说 它的粪便做的 然后用这个材料 然后做的是维纳斯 维纳斯不是美神吗 它粪便可能咱认为很丑 很丑恶的东西吧 它可以诞生出这么漂亮的作品 它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这张作品看似没有熊猫 但熊猫无处在 它在任何地方 甚至在空气中 所以我觉得 穿意识肯定还没问题 这次所有展出的作品 所卖的上款 将用在黄河边上 为孤寡老人建造一座 熊猫孤老院 在未来的孤老院那墙上 捐刻了所有的 今天参展的孩子的名字 不分先后 我觉得这个奖赏 比奖状比奖金都有一意 他们长大 更大一点的时候 他们可以去参观 带着自己男朋友女朋友 可以去看 他们甚至可以顶着 自己的孩子去看 那个房东 我想五十年都不会倒 中国的未来是 想象力 但不只想象力 还有爱心 想结合 这是我们中国的未来 这个房子 说是古老院 也是一座纪念碑 Watch it 嗯